奇怪的是人類的眼睛 人類的眼睛並不是正球形的 它是前後比較長 前後比較長 大概是2.5公分 那你就知道人類眼睛其實 一個成年人的眼睛大小差不多 可是有人會說 不會啊 無論是某某人他眼睛很大 不是眼睛大 是他眼瞼看的縫很大 所以露出來眼睛看到的比較多 那眼睛小的同學是眼睛小嗎 不是 是眼瞼中間那個縫比較散 可是後面眼球一樣大 不相信 眼睛大眼睛小眼睛挖出來比一比 差不多耶 再塞回去 當然是不行啦 所以眼睛前後走大概2.5公分 那眼睛外面有所謂的眼外肌 眼睛外面是有肌肉來拉動眼球 旋轉跟移動的 那你們在做護眼操 就是在訓練這六條肌肉 讓他不要過度收縮 好 叫眼外肌 那除了眼外肌 眼睛外面還有一些保護眼鏡的構造 我們念一遍 有眉毛睫毛眼瞼還有睫毛還有類線 其中眉毛睫毛大家不要認識 眼瞼跟睫毛是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看圖說故事 好 現在各位看是人類眼睛的外型示意圖 先看這邊的外型 這邊是類線的位置 在裡面看不到 然後這是眉毛 然後這邊有睫毛在這邊 然後這邊有東西叫做鼻類管 這些都是保護眼睛的 怎麼說呢 為什麼人類要眉毛你們知道嗎 流汗流水下雨可以擋住 你手可以把它灰掉 水就不會跑到眼睛干擾你的視覺 這是一開始它出現的目的 但是後來有其他的原因讓它流下來了 因為眉毛的存在可以表現出你的表情 人類除了語言溝通之外 表情也是我們傳遞訊息很重要的方式 所以有人眉毛已經沒了 他還去聞眉 而聞眉已經沒有擋水的功能了對吧 他是被紋身紋上去 可是為了表現出表情或是外型好看 眉毛這樣 那睫毛是哪來幹嘛的呢 閉眼睛可以擋殺死 然後也可以防止昆蟲進入到你的眼睛 所以是阻擋的 然後你流眼淚可以潤濕你的眼睛 所以眼睛平常會有眼淚來潤濕 所以眼淚量不多 但有些情況之下 你可能打哈欠 眼淚多一點的時候 你就會從眼角流出來對不對 不止 如果眼淚過多了 還會通過這個鼻類管流到鼻腔裡面 流到鼻腔之類就從鼻孔流出來 所以我們生活中有一個現象 叫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你一哭 多的眼淚就會從鼻類管進去 就會從鼻子流出來 但是你會發現從眼睛流出來的眼淚 跟鼻子流出來的液體 觸感不同 因為流入鼻腔 會流過鼻腔 會沾附到一些黏液一起流出來 所以從鼻腔流出來的眼淚會比較稠一點 因為它混得鼻涕 只是這樣子 這是外形 各位就當參考了 接下來看 如果把一個人的眼睛外面整個剖開來 發現這邊有肌肉耶 這些肌肉的名稱現在都已經不交了 什麼上直肌下直肌 上斜肌下斜肌 內直肌外直肌 以前都會交總共六條 但是現在都不講了 所以這叫眼外肌 接下來看的是眼睛本身構造 這個構造叫做眼檢 叫上眼檢 這叫下眼檢 眼檢這樣的概念 在國小就說了 但當時不叫眼檢 叫眼皮 是不是 國小的可能會說 同學們 你看你可以閉眼睛 可是你看小鯨魚不會閉眼睛 為什麼 因為魚類沒有眼皮 眼皮就是眼檢 我們眼花豬眼檢可以讓你閉眼 魚類還沒有 所以魚類沒辦法閉眼睛 魚類睡覺是不必眼的 那這個眼檢靠內襯 我這個圖是畫成藍色 就這邊 我畫成藍色那個表面 就是眼檢內襯 跟眼睛表面這個構造 叫做睫膜 而眼睛正前方這一層 透明的膜叫角膜 不一樣喔 睫膜是眼皮內襯跟眼睛旁邊的表面 而睫膜是眼睛正前方的 角膜是眼睛正前方的 角膜是透明的 讓光線穿過角膜 有瞳孔進入眼睛 而旁邊的睫膜就不是透明的了 幹嘛提他 因為眼睛表面有時候會被細菌病毒感染 你會發炎 如果在那個睫膜就叫睫膜炎 睫膜炎其實很常見 你眼睛怎麼紅紅到 我發炎了 就滴眼藥水來抗發炎 只要滴那個消炎藥就好 如果是腥膜炎就低抗層素 這叫睫膜炎 所以檢查睫膜是否發炎怎麼辦呢 我小時候念小學的時候是由導師來做檢查 他就一小朋友來 他就翻你的眼皮 翻起來看裡面有沒有紅紅的 一有紅去保健室點眼藥水 然後他檢查一個小孩之後 洗一下手再檢查第二個 不然會交叉感染 好這是睫膜 另外一個疾病叫角膜炎 那就嚴重很多了 角膜是透明的 如果他發炎造成混濁 光線就被擋到 你就會視線不清怎麼辦 嚴重者就要角膜移植 所以角膜發炎比較慘 或是有時候外傷 角膜被刮傷 你可以看他會不會慢慢修復 如果他真的嚴重沒辦法修復 你就會開始視線模糊 因為被磨到有時候刮痕 那你也許做嚴重就要靠角膜移植了 好這角膜到這邊 等一下會說角膜 好以上這是眼睛的外型 什麼叫睫膜什麼叫角膜 什麼叫眼瞼 什麼叫類線 什麼叫鼻類管 我們就先用這個圖來說明 有問題嗎 人在一起的 人是不一樣 人是不一樣 對 等一下會講 不是 肥文針是玻璃狀陰有懸敷 是眼睛裡面的問題 不是外面 好以上 這是我們先把眼睛外型做一下說明 好